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无线攻击检测和防御的防御的方法 那这个部分我们主要介绍就是我们的一个四种无线攻击手段了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 比如说我们一个终端,我们发起一个非法攻击 这个是我们的合法IP 然后我们中间设了一个监控AP 那我们这个监控AP它会收集到我们这些发现的攻击 然后把这些信息上报给我们的AC 从而AC会下发我们的一些防御这些攻击的一些手段来抵制这些非法攻击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WIDS的一个无线攻击检测的功能的体现 那下面我们就是开始详细的介绍 不同的一个非法攻击以及如何来防御这些非法攻击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放红攻击 放红攻击 刚才已经简单介绍过 放红攻击就是指当前这个AP在短时间内接收了大量的同一MAC地址 同一元MAC地址 同种类型的管理报纹或者空数据真报纹 这种AP系统资源就被占用了 这边大量的报纹冲击着我们这个AP 然后我们正常的终端这个无法 它的正常的数据流无法被我们的AP处理 好,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网络中断 导致我们中端的一个网络中断 那我们放红攻击检测就是用来防止我们这个放红攻击 放红攻击检测就是指我们AP通过持续的监控 每个PC每个终端的流量大小来防御这种放红攻击 当流量超过可容论的上限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秒接收到100个报纹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将该终端认为要在网络中 放红 那我们会将这个信息上报给我们的AC 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开启了黑名单功能 这个就会把我们的这些设备 这个设备加到我们的黑名单里面去 然后在我们的动态黑名单老化之前 我们会丢弃这个非法中断的所有的一个报纹 从而防止对我们的网络产生冲击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放红攻击 放红攻击检测的功能 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个欺骗性的攻击 那欺骗性的攻击刚才也简单介绍过了 它就是模拟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AP 它会发出一个解除关联帧 这个解除关联帧就会导致我们正常的一个用户 不能上线或者是网络连接中断 这种它攻击的欺骗攻击的主要报纹是一种一种广播型的去 广播型的去关联帧 一种广播型的去认证帧 这种是非常恶劣的 会解除我们的一个一个关联 那使能我们的一个欺骗性攻击以后 当AP接收到这两个报纹 我们会检测这个报纹的原地址 是不是我们AP的原地址 如果是 那就表示我们WR网络受到了解除认证报纹 或者解除关联报纹的一个欺骗攻击 那我们就会上报这个告解信息 给我们的一个AC 但是要注意 由于这边这个设备 它是模拟我们的一个MAC地址 那所以我们无法联动我们的一个动态黑名单功能 这个就无法使用黑名单功能来阻止这个网络 我们只能使用我们的一个认证帧 来进行一个检测 就是检测我们的一个原地址 只能通过这个手段来防御我们的欺骗性攻击 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落似向量 落似向量检测 那落似向量 其实就是采用WEP加密的时候 WEP认证 这边是WEP认证 大家可能早几年会用的比较多一点 现在都进化到了WPAWPA2了 WPA2的安全性已经是非常高了 几乎是不可破解了 那我们的WEP认证的时候 对于每一个报纹在发送的时候 都会使用一个三字节的一个初始向量 这个三字节的初始向量 然后它会和固定的一个共享密钥一起加密报纹 那使相同的共享密钥产生不同的一个加密效果 如果AP使用了一个落似向量 好 那我们的一个中端发送报纹的时候 会以四向量作为一个报纹头 一部分被明文发送 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我们的一个非法攻击者 暴力破解 攻击密钥 然后访问我们的一个网络资源 那我们的落似向量检测 就是识别我们每一个WEP报纹中的第四向量 来预防这个攻击 当一个包含有落似向量的这个报纹被检测到 我们AP马上就上报给我们的一个AC 上报告警信息 便于我们的用户使用其他的安全策略 来避免我们这个中端使用一个落似向量加密的这个技术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落似向量检测的功能 好 最后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是我们的WDS一个攻击防范 动态黑名单 这个是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动态黑名单 就是跟我们各个功能进行联动了 我们的设备仿制 我们的一个攻击检测 首先我们需要配置是什么一个动态黑名单功能 动态黑名单 然后我们下发到我们的一个AP上面去 好在这个时候 这有一个终端正常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络 好 这边我们配置好了一个监测模式 好 已经实时攻击检测开启了 好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的一个终端发起一个攻击 我们收集到这个信息之后上报给我们的一个AC 好 我们AC就会在这个动态黑名单中添加这个表象 一旦添加了这个表象 我们下发到了这个AP上面去的话 在黑名单懲罚期 大家注意 黑名单惩罚期这么一个概念 在黑名单惩罚期 这是一个周期 可以配置的 可以设置一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我们会丢弃这个终端所发出的所有报文 不管你是正常的还是攻击的 全部丢弃 正常的攻击的全部丢弃 从而保障我们的一个网络 我们不会受到冲击 如果一定时间内没有攻击我的网络 过了这个黑名单惩罚期 会恢复这个终端的一个访问权限 就会进行正常访问我们的网络 好 我们受到这个攻击之后 我们这边后台会记录我们的一个日志信息 也会上报告警给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这种信息都是会存储起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动态黑名单的一个功能 那静态黑名单 静态黑名单跟动态黑名单最大的不同点是 动态黑名单是自动添加我们的一个黑名单的表象的 那我们的静态黑名单是必须手动添加我们的一个表象 那我们分为两种哈 一种是我们的用户近代黑名单 这就是我们的终端了 那我们的ap近代黑名单 这个就是我们的ap了 好 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图哈 我们的这个这个是我们的ac好 ac上面有有一个黑名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黑名单上啊 我们的ap的黑名单是0022 好 这个没个地址 大家看一下啊 是我们的ap2 那所以我们的ap2就无法正常的接入我们的一个网络了 无法无法上线了 好 那如果是我们的一个终端 有用户黑名单 如果是这个 那是我们的终端一 好 那这个设备就无法正常的访问我们的WLAN网络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黑名单 下面我们还有一种攻击手段没有介绍 就是我们的一个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 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 暴力破解 大家都尝试过 就是反复的去尝试用密码来破译一些 比如说邻居的密码 或者是一些想要加入的一些WLAN网络的一个网络 好 这个是psk psk的暴力破解 这个是在我们ac 上面进行一个暴力破解了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资料 这psk就是密码 就存在于我们的ac上面 是吧 仿佛的进行尝试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开启功能 我们会及时的监测到这个psk 检测到这些个暴力破解 然后会将我们的黑攻击者 加入黑名单 下发给我们的一个ap 好 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wep的一个暴力破解 这个也是一样的 其实都是类似的 只要检测到我们的一个暴力破解 就是大家知道是一个反复的尝试 就是重举法 用一个pc 反复去尝试 输入正确的密码 那我们的防暴力破解 其实就是设置一个预值 如果短时间内失败的次数 超过我这个预值 那我就将你加到我的黑名单里面了 不是你失败三次 你也把人加黑名单 好 这有点过分了 一般你起码得失败个十几二十次 这个就比较短时间内 注意短时间内失败超过预值 你可以设置这个预值 这个是我们防暴力破解功能 设置了这个预值 你比如说你一秒 你登了十次 你都失败了 那你这肯定是一个暴力破解了 我就把你加到黑名单里面去了 一秒十次 谁手术那么快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防暴力破解功能 好 下面是我们的一个攻击检测流程 那首先第一个是接收到暴文 这肯定的 那我们判断是不是开启了我们的一个黑名单功能 如果是已经开启了黑名单功能了 那就判断是不是在我们的黑名单里面了 如果这个终端或者这个这个终端已经在这个设备 已经在我们的黑名单里面 直接就丢弃了这个暴文了 好 如果没有开启黑名单功能 那我们好 那我们就开启下一步进行下一步的检测 如果也不出现在黑名单里面 我们同样会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检测 好 第一步是是否是否开启我们的一个放红攻击检测 如果是的话 那就检测一下是否超过流量上限 如果如果还是是确定超过流量上限 就上报给我们的攻击信息给AC 上报我们的设备信息给AC 然后丢弃掉 如果没有 那就没有遭到我们的放红攻击 好 就会开始匹配 是否遭到了一个欺骗性攻击 那开始分 确定这个暴文是否为广播的解除认证 关联征 如果是的话 那也丢弃掉 如果不是 那就开始检测我们的一个弱势向量 好 是不是为弱势向量 如果不是 好 那同样的检测我们的一个暴力破解功能 暴力破解就是 是否认证失败次数超过限制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先证判处理 如果有的话 就上报给AC 然后丢弃掉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WIDS的一个攻击检测流程了